大家好 之前我曾经介绍过很多有用的命令行工具 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在比如说Linux系统 或者是MacOS下面去使用 这次我打算给大家介绍一些 就是MacOS下面它独特的 就是自己独带的一些命令行工具 相信这些工具可以给你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 然后下面的打算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常用的几个好用的命令行工具 好那第一个我最常用的就是open命令 它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打开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open.来打开当前的目录 就是让它在Finder里面去显示我们当前的目录 那它可以打开不同的文件类型 比如说这里我cd到movis下面 我可以让它去打开比如test.mp4 让它去打开这个mp4文件 我们看到它就会使用这个播放器去打开我们的mp4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open命令去打开各种类型的文件 或者文件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命令 就是也是我最常用的就是open这个命令 比如这个open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演示的就是使用open去打开文件 或者打开这个特定类型的文件名都可以 对这个是我最常见最常用的一个就是open命令 配合这个auto jump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J去跳到这个各种文件夹下 比如说这个document 对吧 然后我们再使用open就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需要的这个文件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在这个Mac下面最常用的这个一个命令 好然后下面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命令是pbcopy和这个pbpast 对他们俩有什么用呢 就是可以去把输入输出重电向到这个剪接板 这也是Mac它独有的这个两个命令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有什么作用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中端下想要去复制一个文件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个new用里面直接这样 就是把它使用y命令粘贴下来 那其实除了在文件里面复制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别的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使用重电向的符号 让它放到这个剪接板里面 比如说我使用ppgobby 然后这个mac-md 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复制到剪接板里面了 比如说我们使用commandv就可以把它粘贴出来 那么那其实比如说pbpast的就是把它这个 把这个剪接板里面的内容给它展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使用pbpast的命令 就可以把我们刚才复制的给它粘贴出来 粘贴到这个终端下面 那其实这两个命令 它有时候还可以搭配的其他一些命令去使用 比如说使用这个管道 我们可以来实现一些高级的功能 就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文件里面所有包含这个dash的这个行都给它过滤出来 对吧 那我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这个cat命令去输入这个文件 对吧 然后使用这个比如说grep命令 然后使用配合这个管道 我们去grep这个dash这个单词 对吧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想直接把它copy到剪 剪贴板里面 我们就可以再使用这个管道 好 这样它就被它就已经到我们剪贴板里面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粘贴到别的地方去了 是不是比较方便呢 那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剪贴板里的内容 把它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ppast的命令 这个使用这个ppast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放到这个new.tst里面 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new.tst 就是我们过滤的所有包含dash的行 对这个就是ppast的跟这个ppcopy它们的使用 我们可以配合这个一些工具 让它快速的在中东下去copy 或者是去粘贴一些东西 它俩其实也可以结合使用 比如说刚才我们有这段文字对吧 那比如说我想给它做一个这个bass64编码 我可以直接这么就是ppast的 然后传给这个bass64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个bass64编码 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个结果bass64编码 再给它拷贝下来 我可以还再去重新一下 就是再去加上一个管道的这个ppcopy 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就把它拷贝 就是把这个结果给它拷贝到了这个简单里面 我们使用command v 你看粘贴看一下 就是把这个结果拷贝下来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这两个命令 它也可以结合着使用 好下面介绍这个命令 可能对一些有一些人有用 比如说我想去在一定的时间去关电脑 比如说我有一些工作在做的 我想这个我现在在下载东西 我让这个电脑在60分钟之后关闭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hutdown命令 对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让这个机器在这个60秒之后去关闭 比如说我们这个使用sodo 然后使用这个 但你需要输入你的机器的密码对吧 然后使用这个shutdown-h 然后加上这个60就可以了 它表示你的机器 加上在60分钟之内就是会关闭 同样别忘记这个tldr命令 就是你可以使用peep去安装它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它怎么用 你就可以加上这个shutdown 然后就看一下 比如说直接在命令行里面去关机休眠重启 或者是比如说5分钟之后去执行重启 好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应该是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就是这个brew install 就是这个命令消息额外去安装 它是一个呃 它不是自带的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有用 所以这里还是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吧 就是你可以通过homebrew去安装非常多的这个命令行工具 然后要安装它也比较简单的 它可以说是mac下最知名的一个包管理器的 你直接使用这个curl命令 然后去把这个脚本在本地执行安装就可以了 就使用brew之后 我们就可以安装很多工具了 比如说这个去install这个wget等各种各样的工具 好了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 我比较常用的这些工具吧 我觉得在日常工作中对我们提升这个开发效率 和工作效率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感兴趣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